miss ob 平台 日本 国产 素人影片齐全 高速稳定不卡顿 24小时只会弹出两个广告 拥有思想 公开片单功能 中文字幕影片更新快 想要极致体验 就到miss ob 大家好 我是老色批江林 本频道每周三 五正常更新 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小铃铛订阅一下 万分感谢 三上优雅一位曾经是k48偶像团体成员的女性 后来转型为ov女优 她在偶像时代就已经涉及多起男性绯闻 并且很早就有了性经验 因此她的性感故事也非常丰富 在这里 我们将介绍一些关于三上优雅的性感传闻 例如她在小学三年级时与朋友每天观看OE等内容 出生于1995年日本爱之县的三上优雅 身材苗条 曲线优美 看起来很有质感 拥有F罩杯83厘米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部 三上老师出道前曾经有成为偶像的梦想 在13岁时参加了第八期早安少女组的甄选 但遗憾地未能通过 作为当时备受瞩目的偶像团体 这也不难理解 三年后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成功通过了sk48第二期生的海选 sk48是AKB48的姐妹团体 是名古屋的一支地下偶像团体 虽然在偶像界的地位稍显逊色 但16岁的三上优雅终于成为了一名偶像 并使用了自己的真名鬼头陶菜 在偶像团体中 贫乳的成员很常见 但三上优雅则因拥有G65罩杯的巨乳和丰满的身材而凸显出来 然而 在偶像时代 她就已经涉及男性关系和丑闻 并与其他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2014年 她因与首月右野的交往被文春炮Y曝光 最终不得不从sk毕业 2015年6月1日 改名为三上优雅亮相OV行业的她 成为当代人气最高 销量最高的OV偶像之一 2016年4月13日 加入惠比售射香葡萄 5月13日 获得DMM成人大赏最佳新演员奖 2017年 获得DMM成人大赏最佳演员奖 三上优雅曾经在网络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做客 谈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事件 她声称在小学三年级时第一次看了OV 并且是与朋友一起每天观看 他们朋友的父亲藏起来的成人视频 据说有一天当他们在观看时 被朋友的母亲发现并受到了批评 而这位朋友的父亲也很可能受到了惩罚 不过 9岁的三上优雅在看到信心为实 肯定感受到了鲍鱼的敏感 这对于她来说应该是第一次体验 在2017年接受U247的采访时 谈到了自己的第一次经历 虽然在SK48期间恋爱是禁止的 但实际上她在成为偶像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处女之身 在她的首播译中表示自己从未被口交过 也谈到了自己第一次的经历 并表示当时是直接进行插入视性行为 没有经过任何爱护 虽然在被男性带走时 她已经感觉湿润了 但我们不确定她是否感受到了疼痛 此外 在2016年BS Sky KFITGD 播出的30个性感女演员的游泳比赛中 三上优雅也提到了自己最兴奋的性经历 她说是在校舍之间发生的 虽然三上优雅在16岁时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 但她从14岁就开始了频繁的性行为 即使没有经过任何爱护 对于一个正处于四春期 充满信誉和体力的人来说 这应该是很有趣的经历 然而 她可能仍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在学生时代 三上优雅的性行为是在户外进行的 没有经过任何爱护 但是 在她拍摄首部AV时 男演员谢密肯非常细心地对她全身进行了爱护 并让她第一次体验到了口交的快感 很明显 她想要公开性行为并获得更多的快感 此外 她可能会喜欢男人对她的关注和爱慕之情 也许三上优雅已经无法满足普通的性行为了 除了成为AV女優之外 在2018年接受New Pulse 7采访时 她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境 三上优雅还是性感偶像团体会比受射箱的成员 在2019年的B妹TV冠名节目深夜的广播节目中 她公开了自己在参演AV时的报酬 记者注意到 三上优雅手腕上的高档手表 虽然不清楚这块手表的价值 但三上优雅通过参演某部AV得到了回报 她在节目中随口透露自己在拍摄一部DVD时 能够获得2000万日元的片酬 此外 在2016年播出的综艺节目 听取Taylor的新生明星近况密报道中 三上优雅也谈到过自己曾经获得高额报酬的经历 在偶像时代 没有得到很高人气的她 报酬也相对较低 但是当她转型成为AV女優后 她并没有失败 反而人气和金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偶像蜕变成为AV女優 但能像三上优雅这样成功的人还是比较少见的 尽管曾经有做偶像的梦想 但三上优雅在SK48期间没有特别认真的投入其中 反而制造了一些丑闻 最终 她选择成为AV女優 虽然当初她只打算拍摄一部AV电影 但由于粉丝反应热烈 她决定继续这条道路 在2018年接受NUF247采访时 她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境 作为偶像 三上优雅曾经忍受着不能进行性行为的痛苦 她在与男演员的第一次性爱中感受到了快乐 这使得她更加想尝试更多不同的性行为 自从成为AV女優以来 三上优雅会主动公开她在偶像时代的不良言行 因此 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交际广泛 男友经历丰富的女性 据三上优雅本人透露 她第一次有男朋友是在中学一年级 之后 她和第二的男友发生了初体验 所以在学生时代 她一直有交往对象 曾被媒体爆料和一个公开的男性有过关系 而这个男性只有一个 就是前News成员 处于娱乐界风波中心的男艺人首月右野 2013年 三上优雅与首月右野的接吻照片曝光 遭受了文春周刊的报道 当时 她否认了这个消息 但在2016年的文春炮OIA直播节目中 她承认了这件事情的真相 就在不久前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 三上老师在个人YouTube上传了长达14分钟的影片 亲自向粉丝宣布 将于2023年8月15日 在满30岁生日之前隐退 告别自己八年的OV生涯 她含泪的哽咽说道 这八年好像很长 又感觉很短暂 过得非常充实 即使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在朝着梦想前进的这段时间 真的非常美好 虽然不知道是否成为了AV界的第一名 但她认为自己已经扮演好AV女优三上优雅的角色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由于三上老师的作品对本人的口味来说过于青色 如果你是好色之徒 那么三上老师顶级的身材与样貌非常适合你 剧情类影片没有很深的绿色背景 所以没有精选的五星作品 其他推荐车牌会放在评论区置顶 咱们下期见 视频广告 网速卡顿 混乱收费 片源稀少 无法收藏 Miss OV帮你解决烦恼 这里拒绝海量广告 拒绝网速卡顿 拒绝影片不全 拒绝收费体验 还有专属片单 一键分享功能 想要极致体验 就到Miss OV